大家好,这里是《一岛拜明》 一个道一干货的频道 甘于沉沦 直到37岁时 他遇见了云谷禅师 获得了关于积德行善 和如何掌握命运的教导 领悟到宿命是可以改变的 于是他自称了反 《立命在于我,奋斗不止》 《一经》中有云天行剑 君子以自强不息 每个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掌握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轨迹 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种自觉意识 年轻的元皇先生曾经选择躺平 甘于沉沦 但他从中日静坐 不悦文字的无求之事 转变为奋斗而成为荡潮进士 转折点就在于他生无命有果利 无自己求的道理 在宿命论盛行的年代 他以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天不能见 树不能居 阴阳不能足 风水不能幼的誓言 证实了人生传播的掌舵者 就是自己 元皇先生的心路历程 和人生轨迹表明 一旦突破宿命论的束缚 人就具有改变命运 无懈奋斗的动力 自古以来 一般人都受命运所操纵 身不由己 只有名利之人 命运无法束缚他 正所谓贤达之人 等安命运 罗凡思讯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改变命运的宝典 有幸得到这本书的人 大多都会细心悦读 并确立自己的志向 努力实践 从而消除疾病的隐患 摆脱贫困的威胁 消除生活的烦恼 达到超越烦俗的境界 历代名人 受到了了凡思讯的影响 清代名臣曾国藩 早年读到了凡思讯 即终生动情 因之改好笛声 将其列为 此之必读的 第一本人生志文书 日本学者安刚正 对该书推崇辈志 盛赞其为 治国宝典人生能动的 伟大学问 日本的经营之神 道圣和夫 是全球唯一位 一手缔造两家 世界500强的企业家 道圣和夫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热爱 始于年轻时 并在他的著作火把中提到 他知道修炼自己 和管理企业的冷漫思讯 年少时 道圣和夫 就读过了凡思讯 并尤其推崇这本书 他后来在著作中提到 我邂逅了中国400年前 原了凡地著作了凡思讯 立即得到了顿悟 原来人生是这样的 那凡思讯的原著 是用文言文写 对现代人而言 阅读起来比较吃力 而且不太容易懂 民国初年的黄志海先生 为了使这本书 能让大家受益 所以用白话文 不厌其凡详记的注解 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功德无量 民间广卫流传 那凡思讯的白话节 我们精心编撰 内容通俗易懂 又不失援助了 凡思讯的核心思想 观众可能因知 使水平和观念不同 而有不同的观点 但其中所包含的 修身率级 立足处世之道 以及超越凡俗 超越生死的原理 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任何有智慧 有志气 有实践行动的人 想要了解宇宙 揭示人生真相 并未设会服务 造福人群的人 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 必然会向他人推荐 这也是这本书 能够流传千古 长盛不衰的原因 乐凡思讯是原了凡先生 一生奉行 太上感应片的精华所得 乐凡思讯各篇内容 首先谈到立命之学 旨在激励人们努力向上 不要自暴自弃 因为虽然人生的气韵 受前世英国所影响 但命运的好坏 却随助当前心态的改变 而有所不同 因此立命的观念 在此被提及 第二部分 接着讲述改过之法 因为常有人自认无过 不知道改正错误和行善的重要性 可以想象 若一个人不知道如何改过 就像一个有漏洞的容器 即使行善也难以获得效果 若一个人不改正种种恶行 皆偶尔行善 则功过相抵 相当于无所作为 若一个人不改正恶行 仅稍微行几次善事 则只会招致灾祸 而无福报 因此 改过是立命的首要步骤 故第二部分介绍了改过之法 然而若一个人知道如何改过 却不知道如何行善 亦是徒劳无益 因此 第三部分继续解释了积善之方 深入分析行善的原理和方法 初学行善者 常如穷小子一夜暴富 容易变得傲慢自大 蔑视一切 因此 莫为部分以千德之孝未竭 强调满招损 千受益的道理 唯有谦虚之人方能行善无懈可击 进而使立命生效 实现改造命运的目标 总之 乐凡四讯虽然名为四讯 实际上是一篇完整的立命道理 绝对是人生的治理名言 乐凡四讯虽然内容非常适合现今社会 但对于现代人阅读起来仍敢吃力 因此 一道在此制作视频 以原文与白话解释对照 方便大家理解阅读 帮助现代年轻人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避免迷失方向 误入歧途 人生从诞生时 或许已有一本剧本为你写好 你可以敷衍地演绎 也可以全力以赴地演出 赢得观众的爱戴 改写剧本 吉凶或福是人生关键的驱动力 而本书清楚地指出了 如何取吉避凶 疑获得福改变人生命运的方法 若读者能细心阅读 深入领悟 人生中的困惑将获得解答 进而实践所学 创造一个完全吉祥无凶的人生 也不再遥远 一道学识浅薄 如有词句不传神或多余之处 请观众 智者闲事不令指教 在下方留言 感激不尽 以下是原文与白话文对照 紧其细细体会 第一篇 利明之学 所谓利明 就是我要创造命运 而不是让命运来束缚 本篇利明之学 就是讨论利明的学问 讲解利明的道理 原了白先生将自己所经历 所见到改造命运种种的考验 告诉他的儿子 要原天起不备命运输复处 并且应竭力行善 勿以善小而不畏 也必须努力断恶 勿以恶小而为之 如此 则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谓断恶修缮 灾消复来 这是改造命运的原理 千人千斑命运 命运不相同 明朝圆了凡 本来命普通 遇到孔先生 命都被算中 短命绝后莫功名 前世业障真不清 庸庸碌碌二十年 一生命运被算定 云古禅世来开世 了凡居世才转命呀 才转命 我童年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要我放弃学业 不要去考功名 改学医 并且说 学医可以赚钱养活生命 也可以救济别人 并且医术学的经 可以成为名医 这是你父亲从前的心愿 后来我在慈云寺 碰到了一位老人 相貌非凡 一脸长须 看起来飘然若先锋倒鼓 我就很恭敬地向他行礼 这位老人向我说 你是官场中的人 明年就可以去参加考试 既学功了 为何不读书呢 我就把母亲 叫我放弃读书 去学医的缘故 告诉他 并且请问老人的姓名 是那里人 家住何处 老人回答我说 我姓孔 是云南人 宋朝绍康杰先生 所精通的黄极术 我得到他的真传 照注定的术来讲 我应该把这个黄极术传给你 因此 我就领了这位老人到我家 并将情行道送母亲 母亲要我好好地待他 并且说 这位先生既然精通命述的道理 就请他替你推算推算 试试看究竟灵不灵 结果孔先生所推算的 虽然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都非常的灵验 我听了孔先生的话 就动了读书的念头 和我的表哥审承商量 表哥说 我的好朋友玉海谷先生 在沈永夫家里开馆 收学生读书 我送你去他 那里寄组读书 非常方便 于是我便拜了 玉海谷先生会老师 孔先生有一次 替我推算我命里 所注定的数 他说 在你没有取得公明 做同生时 现考应该考第十四名 普考应该考第七十一名 提学考应该考第九名 到了明年 果然三处的考试 所考的名次 和孔先生所推算的一样 完全相符 孔先生又替我推算 终生的吉凶破释 他说 那一年考取第几名 那一年应当补连生 那一年应当做共生 等到共生出贡后 再某一年 应当选为四川省的 一个县长 在做县长的任上 三年半后 便该辞职回家乡 到了53岁 那年8月14日的丑时 就应该寿终正寝 可惜你命中没有儿子 这些话 我都一一地记录起来 并且牢记在心中 从此以后 凡是碰到考试 所考名次先后 都不出孔先生 预先所算定的名字 唯独算我做理生 所应领的米 领到九十一十五斗的时候 才能出贡 那里知道 我知道七十一十米的时候 学台图宗师 学台相当于 现在的教育厅长 他就批准我 补了共生 我私下就怀疑 孔先生所推算的 有些不灵了 后来果然被 另外一位代理的学台 杨宗师驳回 不准我补共生 直到丁卯年 音求名宗师 看见我在考场中的 备选试卷 没有考中 替我可惜 并且凯探到 这本卷子 所作的五篇册 竟如同上 给皇帝的奏折一样 像这样 有大学问的读书人 怎么可以 让他埋没到老呢 于是 他就吩咐县官 替我上公事 到他那里 准我补了共生 经过这番的波折 我又多吃了 一段时间的灵米 算起来 连钱所吃的 七十一时 恰好补足 总计是 九十一时五等 我因为受到了 这番波折 就更相信 一个人的 进退功名浮沉 都是命中注定 而走运的迟或早 也都有一定的时候 所以一切都看得淡 不去追求了 等我当选了共生 按照规定 要到北京的 国家大学去读书 所以我在京城里 住了一年 一天到晚 静坐不动 不说话 也不转动念头 凡是文字 一概都不看 到了几四年 回到南京的 国家大学读书 在没有进 国家大学以前 先到七峡山 去拜见云谷禅师 他是一位 得道的高僧 我同禅师 面对面 坐在一间禅房里 三天三夜 连眼睛都没有闭 云谷禅师问我说 凡是一个人 所以不能构成 未胜人 只因为妄念 在心中 不断地禅来禅去 而你静坐三天 我不曾看见 你起一个妄念 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说 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 何时生 何时死 何时得意 何时失意 都有个定数 没有办法改变 就是要胡思乱想 得到什么好处 也是白想 所以就老是不想 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妄念了 云谷禅师笑道 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得的豪杰 那里知道 你原来只是一个 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 我听了之后不明白 便请问他此话怎讲 云谷禅师说道 一个平常人 不能说没有 胡思乱想的那刻意识心 既然有这一刻 一刻不停地忘心在 那就要被一阳气数数负了 既被一阳气数数负 怎么可说没有数呢 虽说数一定有 但是只有平常人 才会被数所束缚住 若是一个极善的人 数就拘他不住了 因为极善的人 尽管本来他的命数里 注定吃苦 但是他做了极大的善事 这大善事的力量 就可以使他苦变成乐 贫贱短命 变成富贵长寿 而极恶的人 数也拘他不住 因为极恶的人 尽管他本来命中注定要享福 但是他如果做了 极大的恶事 这大恶事的力量 就可以使福变成祸 富贵长寿便成为贫贱短命 你二十年来的命 都被孔先生算定了 不曾把树转动一分一毫 反而被树把你给拘住了 一个人会被树拘住 就是凡夫 这样看来 你不是凡夫 是什么呢 我魏云谷禅师说 照你说来 究竟这个树 可以逃得过去摸 禅师说 命由我自己造 福由我自己求 我造恶就自然折服 我修善就自然得福 从前 葛中师书中所说 实在是得的确确 明明白白的好教训 我们佛经理说 一个人要求富贵就得富贵 要求儿女就得儿女 要求长寿就得长寿 只要做善事 命就拘他不住了 因为说谎 是佛家的大戒 那有佛菩萨玄 会乱说假话 欺骗人的呢 我听了以后 心里还是不明白 又进一步问说 孟子曾说 凡事求起来 就可以得到的 这是说 在我心里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若是不在我心里的事 纳摩 怎能一定求得到呢 譬如说道德仁义 那全是在我心里的 我立志要做一个 有道德仁义的人 自然我就成为一个 有道德仁义的人 这是我可以尽力去求的 若是功名富贵 那是不在我心里头的 是在我身外的 要别人肯给我 我才可以得到 倘若旁人不肯给我 我就没法子得到 纳摩 我要怎样才可以求到呢 云古禅师说 孟子的话不错 但是你解释错了 你没看 现六祖会能大师说 所有各种的福田 都决定在个人的心里 福利不开心 心外没有福田可寻 所以种福种货 全在自己的内心 只要从心里去求福 没有感应不到的 能向自己心里去求 那就不只是 心内的道德仁义 可以求德 就是身外的功名富贵 也可以求道 所以叫做内外双德 换句话说 为了种福田 而求人求义 求福 求路 是必有所得的 一个人命里 若有功名富贵 就是不求 也会得到 若是命里 没有功名富贵 就算是用尽了方法 也求不到的 所以一个人 若不能自己检讨反省 而只是盲目地 向外面追求名利福寿 但得到得不到 还是听天由命 自己毫无把握 这就和了孟子所说 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的两句话了 要知道纵然得到 究竟还是命里 本来就有的 并不是自己求的效宴 所以可以求到的 才去求 求不到的 就不必去乱求 倘若你一定要求 那不但身外的功名富贵求不到 而且因为过分地乱求 过分地贪的 为求而不择手段 那就把心里 本来有的道德仁义 也都失掉了 那岂不是内外双尸魔 所以乱求是毫无益处的 求富贵呀的富贵 求儿女呀的儿女 求长寿呀的长寿 没有什么求不到呀 求不到 只要做好事 从心里去求 心就是福田呀 千万别乱求 心就是福田呀 千万别乱求 云古禅师接着再问我说 孔先生算你终身的命运如何 我就把孔先生算我 某年考得怎么样 某年有官做 几岁就要死的话 想详细细地告诉他 云古禅师说 你自己想想 你应该考得功名模 应该有儿子模 我反省过去所作所谓 想了很久才说 我不应该考得功名 也不应该有儿子 因为有功名的人 大多有福相 我的香薄 所以福也薄 又不能激功 得机善行 成立后福的根基 并且我不能忍耐 担当琐碎繁重的事情 别人有些不对的地方 也不能包容 因为我的性情急躁 度量窄小 有时候 我还自尊自大 把自己的才干 智力 去盖过别人 心里想怎样 就怎么做 随便乱谈乱讲 像这样种种举动 都是薄福的像 怎么能考的功名呢 喜欢干净 本是好事 但是不可过分 过分就成怪脾气了 所以 说越是不清洁的地方 越会多生出东西来 相反的 很清洁的水 反而养不住鱼 我过分地喜欢清洁 就变得不尽人情 这是我没有儿子的 第一种缘故 天地间 要靠温和的日光 和风细雨的滋润 才能生长万物 我常常生气发火 没有一点和预知气 怎么会生儿子呢 这是我没有儿子的 第二种缘故 仁爱 是生生的根本 若是心怀残忍 没有慈悲 就像果子一样 没有果仁 怎么会长出果树呢 所以说 人是不会生养的根 我只知道 爱惜自己的明节 不肯牺牲自己 去成全别人 积些功德 这是我没有儿子的 第三种缘故 说话太多容易伤气 我又多话 伤了气 因此身体很不好 那里会有儿子呢 这是我没有儿子的 第四种缘故 人权靠精气神三种 才能活命 我爱喝酒 酒又容易消散精神 一个人精力不足 就算生了儿子 也是不长寿的 这是我没有儿子的 第五种缘故 一个人白天不该睡觉 晚上又不该不睡觉 我常喜欢整夜常做 不肯睡 不晓得保养元气精神 这是我没有儿子的 第六种缘故 其他还有许多的过失 说也说不完了 云谷禅师说 岂止是功名不应该得到 恐怕不应该得的事情 还多助力 当知有福没福 都是由心造的 有智慧的人 小的这都是自作自受 糊涂的人 就都推到命运头上去了 譬如 这个世上能够拥有千金产业的 一定是享有千金福报的人 能够拥有一百金产业的 一定是享有一百金福报的人 应该饿死的 一定是应该受饿死报应的人 比如说 善人积德 上天就加多他应受的福 恶人造孽 上天就加多他应得的活 上天不过就他本来的质地上 加种一些罢了 并没有一丝毫别的意思 接下来这段 是云谷禅师界俗人之线 来劝了樊先生 努力积德行善 就像生儿子 也是看下的种怎样 种下的很厚 接的果也厚 种下的薄 接的也薄 譬如一个人 积了一百代的功德 就一定有一百代的子孙 来保住他的福 积了十代的功德 就一定有十代的子孙 来保住他的福 积了三代或者两代的功德 就一定有三代或者两代的子孙 来保住他的福 至于那些只享了一代的福 到了下一代 就绝后的人 那是他功德极薄的缘故 恐怕他的罪孽还积得不少理 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短处 那就应该把你一向不能得到功名 和没有儿子的种种福薄之下 尽心尽力改得干干净净 一定要积德 一定要对人和气慈悲 一定要替人包含一切 而且要爱惜自己的精神 从前的一切一切 譬如昨日已经死了 以后的一切一切 譬如今日刚刚出生 能够做到这样 就是你重新再生了一个 一理道德的生命 我们这个血肉之躯 尚且还有一定的数 而一理的道德的生命 那有不能感动上天的道理 《书经太假篇》上面说到 上天降给你的灾害 或者可以避开 而自己若是做了孽 就要受到报应 不能愉快心安地活在世间上了 《诗经》上也讲 人应该时常想到 自己的所作所为 和不和天道 很多福报 不用求 自然就会有了 因此求获求福 全在自己 《书经》说 天作孽啊 有可为啊 有可为 自作孽啊 不可活啊 不可活 《书经》上也说 常常想自己 所作根所为 和不和天道 求获与求福 全在你自己啊 全在你自己 孔先生算你 不得功名 命中无辞 虽然说是上天注定 但是还是可以改变 你只要将 本来就有的道德天性 扩充起来 尽量多做一些善事 多积一些因德 这是你自己所造的福 别人要抢也抢不去 那有可能享受不到呢 《义经》上也有为一些宅心人后 有道德的人打算 要往吉祥的那一方去 要避开凶险的人 凶险的是凶险的地方 如果说命运是一定不能改变的 那么吉祥又何处可以去 凶险又那里可以避免呢 《义经》开头第一章就说 经常行善的家庭 必定会有多余的福报 传给子孙 这个道理 你真的能够相信吗 我相信云谷禅师的话 并且向他拜谢 接受他的指教 同时把从前所做的错事 所犯的罪恶 不论大小轻重 到佛前去 全部说出来 并且做了一篇文字 先祈求能得到功名 还发誓要做三千件的善事 来报答天的祖先生 我的大恩大德 云谷禅师听我历史要做三千件的善事 就拿了功过格给我看 叫我照住功过格所定的方法去做 所做的是 不论是善是恶 每天都要记在功过格上 善的事情就记在功格下面 恶的事情就记在功格下面 不过做了恶事 还要看恶事的大小 把以经济的功来减除 并且还叫我念准提咒 更加上了一重佛的力量 希望我所求的是 一定会有效应 云谷禅师又对我说 有一众化福小的专家曾说 一个人如果不会画福 是会被鬼神耻笑的 画福有一种秘密的方法传下来 只是不动念头罢了 当执笔画福的时候 不但不可以有不正的念头 就是正当的念头 也要一起放下 把心打扫得干干净净 没有一丝杂念 因为有了一丝的念头 心就不清静了 到了念头不动 用笔在纸上点一点 这一点就叫混沌开机 因为完整的一道福 都是从这一点开始画起 所以这一点是福的根基所在 从这一点开始 一直到画完整个福 若没起一些别的念头 那摩这道福就很明艳 不但画福不可夹杂念头 凡是祷告上天 或者是改变命运 都要从没有妄念上去用功夫 这样才能感动上天 孟子讲立命的道理说道 短命和长寿没有分别 乍听之下会觉得奇怪 因为短命和长寿相反 而且完全不同 怎样说是一样呢 要小的在一个妄念都完全没有时 就如同婴儿在胎包里面的时候 那小的短命和长寿的分别呢 等到出了娘胎 渐渐有了知识 有了分别的心 这时前生所造的种种善业恶业 都要受报应了 那也就有短命和长寿的分别了 因此命运是自己造的 如果把立命这两个字细分来讲 那莫富和平要 看得没有两样 不可以富得仗着有钱有势 随便乱来 穷的也不可以自暴自弃去做坏事 尽管穷仍然应该安分守己地做好人 能够这样 才可以把本来贫穷的命 改变成富贵的命 本来富贵的命 改变成更加富贵 或者是富贵的更长久 穷与通 要看的是没有两样 不发达的人 不可以为自己不得志 就不顾一切 随便荒唐 发达的人 也不可仗势欺人 造种种的罪业 越是得意 越是要为善去饿 广众福田 能够这样 才可以把本来穷苦的命 改变成发达的命 本来发达的命 就会更加发达了 短命和长寿 要看得没有两样 不可说我短命 不久就死了 就趁还活着的时候 随便做饿事 糟蹋自己 要晓得 既然已生成短命 就更加应该做好人 希望来生不要再短命 这一生或许 也可以把寿命延长一些哦 命中长寿的人 不要认为自己有的活 就拼命造孽 做奸犯科 犯邪淫 要晓得长寿的来不易 更应该做好人 才可以保住他的长寿呀 能够明白这种道理 才可以把本来短的命 变成长寿 本来长寿的命 更加长寿健康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这生与死的关系最为重大 所以短命同了长寿 就是最重大的事情 既然说到 这最重大的短命同了长寿 那莫此外一切顺境 富有和发达 逆境 贫穷和不发达 都可以包括在内了 孟子讲立命的学问 只讲到短命和长寿 并莫讲到富和贫 发达和不发达 就是这个道理 接着云古禅师又告诉我说 孟子所说的修身 以四肢这句话 是说 自己要时时刻刻修养德行 不要做半点过失罪恶 至于命能不能改变 那是积德的事 求天的事 说到修字 纳摩身上有一些些过失罪恶 就应该像治病一样 把过失罪恶要完全去掉 讲到四 要等到修的功夫深了 命自然就会变好 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非分之下 也不可以让心里的念头乱起乱灭 都要完全把它斩掉断绝 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已经是达到先天不动念头的境界了 到了这种功夫 那就是世间受用的真正学问 云古禅师接着又说 平常时一般人的行为 都是根据念头转的 凡是有心而畏的事 不能算是自然 不着痕迹 你现在还不能做到不动心的境界 你若能念准提咒 不必用心去记 或数变数 只要一直念下去 不要间断 念到极数的时候 自然就会口里再念 自己不觉得再念 这叫做持中不持 在不念的时候 心里不觉得仍在念 这叫做不持中持 念咒能念到这样 那就我 咒念打成了一片 自然不会有杂念进来 那默念的咒 也就没有不灵验的了 但是这种功夫 一定要透过实践 才能领会到的 我起初的号叫做学海 但是自从那一天起 就改号叫做了凡 因为我明白立命的道理 不愿意和凡夫一样 把凡夫的见解 完全扫光 所以叫做了凡 从此以后 就整天小心谨慎 自己也觉得 和从前大不相同 从前仅是糊涂随便 无拘无束 到了现在 自然有一种 小心谨慎 战战兢兢 戒神恭敬的景象 虽然是在暗示 无人的地方 也常恐怕得罪天地鬼神 碰到讨厌我 毁谤我的 我也能够安然地接受 不与旁人计较争论了 从我陷了云谷禅师的第二年 到礼部去考科举 孔先生算我的命 应该考第三名 那知道忽然考了第一名 孔先生的话 开始不灵了 孔先生莫算我会考中举人 那知道到了秋天相识 我竟然考中了举人 这都不是我命里注定的 云谷禅师说 命运是可以改造的 这话我更加地相信了 我虽然把过诗改了许多 但是碰到应该做的事情 还是不能一心一意地去做 即使做了 依然觉得有些勉强 不太自然 自己减点反省 觉得过诗仍然很多 例如看见善 虽然肯做 但是还不能够大胆地 向前拼命去做 或者是遇到救人时 心里面常怀疑我 没有坚定的心去救人 自己虽然勉强做善事 但是常说犯过诗的话 有时我在清醒的时候 还能把持住自己 但是九岁后就放肆了 虽然常做善事 积些功德 但是过诗也很多 拿工来抵过 恐怕还不够 光阴尝试虚度 从几四年听到云谷禅师的教训 发愿要做三千件的善事 直到几毛年 经过了十多年 才把三千件的善事做完 在那个时候 我刚和李嘉安先生 从关外回来关内 没来得及把所做的三千件善事回响 到了更臣年 我从北京回到了南方 方才请了姓空 惠空 两位有道的大和尚 借东塔禅堂 完成了这个回响的心愿 到这时候 我又起了求生儿子的心愿 也许下了三千件善事的大愿 到了新四年 生了你 取名叫天晴 我每做了一件善事 随时都用笔记下来 你母亲不会写字 每做一件善事 都用鹅毛管 一一个红圈在日历上 或是送食物给穷人 或买活的东西放生 都要记圈 有时一天多到十几个红圈呢 也就是代表 一天做了十几件善事 像这样 到了鬼会年的八月 三千条善事的院 方山坐满 又请了信空和尚等 在家里坐回下 到那年的九月十三日 又挤求中济事的院 并且许下了 做一半条善事的大院 到了丙须年 居然中了济事 立步就补了我 保底县县长的缺 我做保底县的县长时 准备了一本 有空格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 我叫它做纸芯片 意思就是 恐怕自己心脊斜思歪念 因此 叫智歇二子 每天早晨起来 做唐审案的时候 叫家里人 拿这本置心篇 交给看门的人 放在办公桌上 每天所做的 善事恶事 虽然极小 也一定要记在 置心篇上 到了晚上 在庭院中 摆了桌子 换了官服 仿照宋朝的 铁面玉石照月道 焚香祷告天地 天天都是如此 你母亲 献我所做的善事不多 常常皱住眉头 向我说 我从前在家 帮你做善事 所以你所许下 三千件善事的心愿 能够做完 现在你许了 做一万件善事的心愿 在衙门里 没时磨善事可做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做完呢 在你母亲 说过这番话之后 晚上睡觉我偶然 做了一个梦 看到一位天神 我就将一万件善事 不易做完的缘故 告诉了天神 天神说 只是你当现常捡 钱粮这件事 你的一万件善事 已经足够 底冲圆满了 原来保底线的田 每亩本来要收银 两分三厘七毫 我觉得百姓 钱出的太多 所以就把全线的 田经理一遍 每亩田硬角的钱粮 捡到了一分四厘六毫 这件事情 确实是有的 但也觉得奇怪 怎么这是会被天神知道 并且还疑惑 只有这件事情 就可以抵得了 一半件善事呢 那时候 恰好换鱼禅师 从五台山来到保底 我就把梦告诉了禅师 并问禅师 这件事可以相信吗 换鱼禅师说 促善事要存心真诚恳切 不可虚情假意 企图回报 那莫就是 只有一件善事 也可以抵得过 一半件善事了 况且 你减轻全线的钱粮 全线的农民 都得到你减税的恩惠 千万的人民 因此减轻了 重税的痛苦 而豁福不少呢 我听了禅师的话 就立刻把我所得的 凤银薪水捐出来 请禅师在五台山 替我摘僧一万人 并且 把摘僧的功德来回下 孔先生算我的命 到五十三岁时 应该有灾难 我虽然没齐天求寿 五十三岁那年 我竟然一点病痛都没有 现在已经六十九岁了 多活了十六年 书经上说 天道是不容易相信的 人的命是末一定的 又说 人的命没有一定 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这些话 一点都不假 我有此方知 凡是讲人的祸福 都是自己求来的 这些化石 在世圣贤人的话 若是说祸福 都是天所注定的 那是世上庸俗的人所讲的 天道不依信呀 人命末一定 人命末一定呀 要靠自己造 若说祸与福呀 都是天注定 那是凡夫与俗子 而非圣贤说的话 说的话 你的命 不知究竟怎样 就算命中 应该荣华发达 还是要常常 当作不得意想 就算碰到 顺当吉利的时候 还是要常常 当作不称心 不如一来想 就算眼前有吃有穿 还是要当作墨钱用 没有房子住想 就算旁人喜欢你 敬重你 还是要常常 小心谨慎 做恐惧想 就算你家世代 有大声明 人人都看重 还是要常常 当作卑微想 就算你学问高深 还是要常常 当作粗钱想 这六种想法 是从反面来看问题 能够这样虚心 道德自然会增进 福报也自然会增加 讲道员 应该要想把祖先的德契 传扬开来 讲道近 应当想父母若有过失 要替他们遮盖起来 这里即是说明 孟子的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的大义所在 讲道向上 应该要想报答国家的恩惠 讲道对下 应该要想造一家的福 说道对外 应该要想救济别人的急难 说道对内 应该要想预防自己的邪念和邪想 这六种想法 都是从正面来肯定问题 能够常常如此的存心 必然能成为正人君子 一个人必须要每天知道自己有过失 才能天天改过 若是一天不知道自己的过失 就一天哀哀哑哑地算自己没过失 如果每天都无过可改 就是每天都没有进步 天底下聪明俊秀的人实在不少 然而他们道德上不肯用功去修 事业不能用功去做 就只为了应许两个字 得过且过 不想前进 所以才耽搁了他们的一生 云古禅师所教立命的许多话 实在是最精 最深 最真 最正的道理 希望你要细细地研究 还要尽心尽力地去做 千万不可把大好的光阴虚度过 第二篇 改过之法 人既然不是一出生就是圣人 哪能没有过失呢 孔子说 过则勿但改 如果有了过失 就不要害怕改过 所以 袁乐凡 先生在讲过改造命运的道理与方法后 接着又把改过的方法详细地说明 来教训他的儿子袁天启 这一篇就是讲改过的方法 小的过失尚且要改 那莫大的罪灭 自然就不会再造了 在东周的春秋时代 各国官吏相互往来频繁 学问与阅历都很丰富 因此 仅凭观察一个人的言语举止 就能推测出 他的吉凶祸福 没有不灵验 这种是在左传 国语等各类记载史实的书中 都能看得到 大概说来 一个人在尚未发生事情之前 欲先显露出的吉凶祸福现象 都是发自他的内心 而表现于外在的行为 凡是待人处事 比较稳重厚道的人 常常能够获得福报 而行为不庄重 过分刻薄的人 常常会招致灾祸 一般的凡乎 学问不深 见识浅漏 没有识人之名 就像是眼睛得了演艺病一般的 看不清楚 却说祸福没有一定 是无法推测得出来的 一个人如果能以至诚之心待人 那他的心就与天道相混合 一个人福报将要到的时候 只需看他所做的善行 就必能预先得知 灾祸将要降临时 只需看他所做的恶行 也必定能够预先推测得到 现在如果想得到福报 而避开灾祸 在海没有讲到行善之前 就必须先从改正过失 开始做起 但是改正过失的方法 第一要发起羞愧心 试想古代的圣贤 跟我们一样是个男子汉 他们卫世魔能够千古流芳 成为大众学习的榜样 而我卫世魔已是无成 甚至到了生命败坏的地步呢 这都是由于过分沉溺于意乐 受到世俗的欲望所染污 并且偷偷地做些 不合乎毅理的事 还以为别人不想的 而表现出傲慢的样子 毫无一点羞愧心 就这样日益沉沦下去 逐渐变成奇兽之流 但自己却不能发觉 世界上各种可羞可耻的事情 都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孟子说 耻这一个字对于一个人 关系实在是太重大了 因为若能支持 就可以成就圣贤之道 如果不知羞耻 那就只是像个禽兽罢了 这些话都是改正过失的重要诀窍呀 改过的第二个要素 是要发起戒圣恐惧心 须知 天地鬼神都在我们的头顶上监察住 他们是难以欺骗的 我们纵然在幽暗之处犯过 大家虽然不容易发觉 但天地鬼神却像镜子般地照住我们 看得实在非常清楚 所犯的罪业若是重大 必定会降下许多灾祸 就算是轻得过失 也会减损现有的福报 我们怎么可以不惧怕呢 不止如此 就算是在没有人在的地方 神明仍然清清楚楚地看住 指住人们的一切作为 我们虽然掩盖得非常隐秘 文事得非常巧妙 但是内心的种种意念 早就显露出来了 神明全都看得很清楚 终究还是难以自我欺瞒 如果被人看破了 就会变成一文不值 怎么可以不时常存住敬畏之心呢 不仅这样 一个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存在 就算犯了满天的大罪恶 都还可以悔改 古人有一辈子都在作恶 到了临命中前 却能悔悟过来 蒙发一个善的念头 于是得到了善终的果报 这就是说 只要能构发出一个 勇猛坚决的善念 就足以洗刷一生所积下的罪恶呀 譬如上千年的幽暗山谷 只要有一盏灯光照射进去 那么这千年来的黑暗 就可以完全出去 所以过失不论是久远前犯的 还是最近才犯的 只有能够改过才是最可贵的 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间 一切都不是恒常不变的 我们的肉体也是很容易死亡 只要一口气不来 呼吸停止了 这个肉身就不再归我所有 到这个时候 就算是想要改过 也没有办法了 到了这种地步 在明显可见的世间国报上 将需单受千百年的坏名声 而遭人唾骂 虽然有孝子子孙这些善良后代 也洗刷不掉这种恶名 至于在看不现的阴间之中 还要在千百节的长时间里 沉沦道的狱里受到折磨 纵然是遇到圣贤佛菩萨 也无法救助 接引 这种恶报 怎么可以不惧怕呢 改过的第三个要素 必须发起勇猛心 人在犯过之后 不能够改正的原因 大都意味着过且过 退夺未缩 我们必须在明白过失以后 立即痛下决心改正过来 不可以延迟 疑惑 更不应当犹豫不决 东等西等 不敢下定决心 犯了小的过失 要像是被尖刺戳进肉内一般 必须赶快地剔除 若是犯了大的罪业 更需像被毒蛇咬到手指一样 要紧速降指头斩断 不可以有一点点犹豫 停顿 否则毒液蔓延到全身 就会立即死亡 这便是《易经》中 风雷之所以构成 一挂的道理所在 改过要发心呀 改过要发心 发现什么心呀 发现什么心 第一要发那羞耻心 第二要发那敬畏心 第三要发那勇猛心 具备这三种心 便能有过立即改呀 立即改 如果具备这三种心耻心 魏心和永心 那么一旦发现犯了过失 就能够立即改正 就像是春天的冰块 遇到了阳光 还需忧虑 它不会融化掉吗 然而一般人的过失 有从犯过的事实 本身上戒除的 有从认识其中的道理 而改正的 也有从心念上来改正的 所付出的努力程度不一样 因此所得到的效果 也就有所不同 譬如 以前杀害生命 现在戒除不再杀了 以前发怒骂人 现在也都戒除不再发怒了 这是救所犯的事情 而将它改掉 但是 这只是从外在来勉强的约束 会比从根本上自然改正 还要难上百倍 而且放过的根源仍然存在 东边勉强把它消灭后 西边却又冒了出来 实在不是彻底扫除干净的方法 善于改过的人 在还没有禁止 他去做某种事情之前 就应该先了解 不可以做的道理 譬如 过失在于杀害生命 就应该想到 上天有好生之德 所有的动物都爱恋自己的生命 如果杀驼来滋养自己的身体 怎么能够歇安呢 而且 当驼被杀时 既已受到宰割 在尚未断气之前 却又将驼放进锅顶中去烧烛 种种的痛苦 穿透浸入骨髓里面 人们为了滋养自己的生命 葛类珍贵肥美的东西 白买眼前 尽情地享受 却未曾想到 这些美食吃过以后 也都会化成粪渣排出 到最后 一切都是空的 实际上 蔬菜类的素食菜汤 就以精足够让人 填饱肚子 供给能量 来养活自己的生命 何必一定要去杀害 陀门的生命 来折损自己的福报 还需想到 凡是有邪有气之类 都具有灵性知觉 既然是有灵性知觉 纳膜都与我们人类没有两样 就算我们不能够精速地 修养道之高的德性 使陀门来尊敬我 亲近我 怎么可以天天杀害 动物的生命 使陀门与我结下冤仇 永无止境地恨我呢 想到这种道理 每当面对 重满桌的血肉之食时 自然会发出悲伤怜悯之心 不忍在厌食下去 譬如以前喜欢发脾气 就应该想到 每个人都会有短处 这在情理上来说 本来就应该加以怜惜 原谅 若有人违反情理 而来冒犯我 那是他自己的过失 跟我有何关联呢 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怒的 还要想到 天下没有自以为是的 英雄豪杰 也没有怨恨别人的学问 如果所做的事情 不能称心如意 那都是自己的德性 修得不好 涵养还是不足 感动人的力量 还是不够呀 这些都应该自我反省 那魔对于各种外来的 毁谤与伤害 都将成为磨炼我们 成就我们的助援 因此 我们要欢喜地 接受这种赐教 还有什么可以发怒的呢 再者 听到别人的毁谤 而不发怒 虽然这些坏话 说得像火焰熏满天空 也只不过像吃人般的 拿住火把 像要焚烧虚空一样 最后将会 自己熄灭 停止的 若是听到毁谤 就冻了怒气 虽然费了巧妙的心思 努力为自己辩护 那就像春天的 茶儿吐司作茧一样 只会将自己 缠附住 所以 发怒 不但对自身 没有好处 而且还会有害处 至于其他的 种种过失和罪恶 都应当要 依据客观的道理 来认真思考 这种道理 若是能够明白 过失自然就会停止 不会再去违反 怎样叫做 从心地上来改过呢 人们所犯下的过失 其项目虽然有千种之多 但都是从心里造作出来的 如果能够不起心动念 过失将从哪里产生出来呢 一个追求学问的读书人 对于爱好美色 喜得浮明 他爱财物 喜欢发怒等种种过失 不必一项一项地 去寻找改过的方法 只要能够一心一意地 发善心 做好事 实时观照自己的心思 等正大光明的心念涌现 纳摩自然 就不会被偏邪的恶念所沾染 这就好像炎热的太阳 在空中普照住大地 所有的妖怪 自然就会隐藏 消失 这是改过 醉精成专一的真正妙诀 人的过失 是由心所造作的 所以也应当 从心地上来改正 就如同要斩除毒树 必须直接砍断他的根 不让他再度发芽 何必一枝一枝地去砍伐 一页一页地去摘除 大抵最高明的改过方法 是从修心下功夫 当下就可以使心地清静 每当心里刚动了各坏念头时 就能够立刻觉察到 然后马上让这种念头消失 故事自然不会再产生 如果做不到这种境界 就必须明了其中的道理 以便将坏念头打发 若再办不到 那就只好随着恶事降饭时 以强制的方式来禁止自己犯过 如果能以上成的置心功夫 并且兼用明理与禁止两宗教下成方式 来约束自己的念头 这也不失是个好方法 若只是执着于下成方式 而不知道用上成的方法 那时再是太愚笨了 但是发愿要改过 也是需要助援 在明处需有良师亦有从旁提醒 在暗的方面 必须要有鬼神来做证明 只要能够以真诚恳切的态度 一心一意地忏悔以往所造作的过失 如此日夜失省 毫不怠惰 纳摩经过一星期两星期 一直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 必定就会产生效果 改过需发愿 也要有助力 明里头要有义友来提醒呀 来提醒 暗里头要有鬼神做证明呀 做证明 还要一心一意虔诚的忏悔呀 虔诚的忏悔 到了这个阶段 或者会感觉到精神舒适 心境开阔 或者感觉到智慧突然大开 一文千物 或者处在繁琐忙碌之中 却能构出类旁通 顺利完成 或者遇到以前的怨家仇人 却能将身恨转化 心生欢喜 或者梦到吐出因过去造作的恶业 所形成的污秽黑物 而顿生清凉 或者梦见古圣先贤来帮助接引 前程光明 或者梦到在太空中飞行漫步 自在逍遥 或者梦见各类庄严的旗帜 以及用珍贵的珠宝 所装饰的散盖 像这些殊胜的情况 都是过失消除 罪业灭去的象征 但不可以因此 执着在这些境界中 自以为程度很高而化地自现 不再努力求进步 从前春秋时代 魏国的贤大夫瞿博裕 在二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能构实时反省 觉察以往的过失 而完全地改正过来 到了二十一岁 知道以前的过失 尚未完全改掉 即至二十二岁 回头检点二十一岁时的自己 就如同身处梦中一般 还会糊里糊涂地犯过 这样一年又一年的 逐步改正过失 直到五十岁那年 还查知过去四十九年 尚存的过失 古人对于改过之学的 学习态度就是这模认真 严格 徐博裕亚贤大夫 二十岁时就觉悟 时时反省己过失 年年检讨再检讨 总觉得自己改过的功夫 不彻底呀 不彻底 所以说改过的学问 须讲究呀 须讲究 像我们这种 庸碌的凡夫所犯的过失 就像是刺猬身上的毛一般 从即于一身 但回想以前所做过的事情 却常会像是看不到有什么过失一样 这时再是由于太过粗心大意 不晓得要仔细去请查 眼睛像是尝了一病一般 看不清楚自己的过失呀 但是一个人如果过失 罪恶较为深重 也会出现征兆 以做检验 有的心思封闭 精神昏沉 所交付的事情 转身就忘记 有的虽然没有什么可以反倒的事 却常献出一副反倒项 有的遇到品德高尚的人 却显出难为情 见不得人的样子 提不起精神 有的听到圣贤之道 心里却不欢喜 有的在不失恩会给别人时 反而招致对方的埋怨 有的夜里梦见一些 颠颠倒倒的噩梦 甚至经常语无伦次 失去了正常的模样 这些都是因为过去造作罪孽 所映现出来的表征 如果一出现与此类似的情况 就应该振作精神 舍弃过去不好的思想行为 力图开辟崭新 而正确的人生大道 希望你不要耽误自己的前程 第三篇 积善之方 上一篇所讲 改过的种种方法 能够把今生的故事改掉 自然好命就不会变成坏命 但是还不能把坏命变成好命 因为这一生虽然不犯过失造罪孽 但是前世有没有犯过失造罪孽 却不知道若是前世已经犯 这一世虽然不再犯 但是前世所犯的罪过 还是要受报应 那么要怎么样做 才能使坏命转成好命呢 这不但要改过 还要积善 积德 才可以把前世所造的罪孽消去 善世姬多了 自然能转坏命成好命 并且可以证明他的效应 中国积德第一人 就树山东孔圣人 世代子孙都不衰 都不衰 73代孔德成呀 孔德成 一经上说 积善的家庭 一定会有很多部分喜庆的事 例如 从前姓延的人家 要把他的女儿 许配记孔子的父亲 就将孔家所做的事情 一件一件都提出来 觉得孔家祖先所积的德 多而且长久 所以预知孔家的子孙 将来必定会大巴 后来果然生出了孔子 还有 孔子称赞顺的孝 是不平凡的孝顺 孔子说 像顺这样的大孝 不但祖先要享受他的祭祀 并且他的世世代代子孙 可以保住他的福德 无惠败落 春秋时代的成果 就是顺传下来的子孙 足以证明顺的后代 新发的相当长久 这都是非常确实的说法 现在我在以过去 发生真实的事情 来证明积善的功德 有一位做过少师的人 姓杨明荣 是福建省建宁人 他家世代 是以百度为生 有一次 雨下的太久 溪水满涨 水势汹涌横冲直撞 把民房都冲湿了 被淹死的人 顺着水势一直流下来 别的船都去捞取水中 飘来的葛种财货 只有少师的曾祖父和祖父 专门去旧水里飘来的灾民 而财务一件都不捞 向人都偷笑他们是傻瓜 等到少师的父亲出生后 家道也渐渐地宽裕了 有一位神仙画做道士的模样 向少师的父亲说 你的祖父和父亲 都记了许多阴工 所生的子孙应该发达做大官 可以将你的父亲 葬在某一个地方 少师的父亲听了 旧赵倒是所指定的地方 把他的祖父和父亲葬下 这座坟 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白兔坟 后来少师出生了 到了二十岁就中了济世 一直做官 做到三宫里面的少师 皇帝还追封他的曾祖父 祖父父父亲 与少师一样的官位 而且少师的后代子孙 都非常兴旺 一直到现在 还有许多贤能之事 杨少师呀 杨少师 祖父曾祖基因德呀 基因德 大水来了只救人 财务一概都不取 陶人孝依是傻瓜 谁知傻瓜想大福呀 想大福 浙江宁波人杨自成 起初在县衙做书办 心地非常厚道 而且守法公平 做事公正 当时的县官 为人严厉方正 有一次偶然 打的一个囚犯 一直打到血流到地上 县官还是不息怒 杨自成就跪下 替囚犯向县官求情 请县官宽量那个囚犯 县官说 你求情本来没有什么不能放宽的 但是这个囚犯不守法律 违背道理 不能叫人不生气呀 杨自成一边叩头一边说 在朝廷中已经没有 是非可言了 政治一片黑暗 贪污 腐败 人心散失已经很久了 审问案件若是审出实情 上姐应该替他们伤心 可怜他们不明事理 误导法网 不可以因为审出了案情 就欢喜 若是存心欢喜 恐怕会把案件忽略弄错 若是生气 又恐怕犯人受不住打 勉强招任 容易冤枉人 既然欢喜上姐不可 又怎么可以发火呢 那县官听了杨自成的话 非常感动 面容立即和缓下来 不再发怒了 讲到杨自成的家里 是很穷的 但是他虽然穷 别人送他东西 他一概不肯接受 碰到囚犯缺粮 他却常用许多方法 去弄一些米来 救济他们 有一天来了几个新的囚犯 没有东西吃 非常的饿 他自己家里 刚巧也欠米 若是拿来给囚犯吃 纳摩自己家人 就没得吃了 如果只顾自己吃 纳摩囚犯又饿得很可怜 没有办法 便同他的妻子商量 他的妻子问他说 犯人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杭州来的 沿途熬饿 脸上饿得没有一点血色 就像一种又青又黄的菜色 几乎可以用手捧起来 因此 两夫妇就把自己所存的一些米 用来煮稀饭给新来的囚犯吃 然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 大的叫做守臣 小的叫做守侄 做官一直做到南北立部侍郎 大孙子做到刑部侍郎 小孙子也做到四川岸查时 两个儿子 两个孙子都是明臣 而当今 有两个名人楚庭和德正 都是杨自成的后代 囚犯苦呀 囚犯苦 急坐监牢又挨饿 心中凄苦谁人知呀 谁人知 杨淑拜呀 歇后道 夫妻同心帮囚犯 积善之家庆有余呀 庆有余 从前明朝英宗正统年间 有一个土匪首领 叫做邓茂七 在福建一带造反 福建的读书人和老百姓 跟随他一起造反的很多 皇帝就启用曾经担任 都御使的银县人张凯 去搜缴他们 张都现用计策 把邓茂七捉住了 后来张都现又派了 福建部政司的一位谢都市 去搜查捉拿剩下来的土匪 捉到旧杀 但是谢都市不肯乱杀 怕杀错人 便向各处寻找 依附贼党的名册 查出来凡是没有依附贼党 名册里还没有他们姓名的人 就暗中给他们一面白布小旗 约定他们 搜查贼党的官兵道的那一天 把这面白布小旗 插在自己家门口 表示是清白的民家 并且禁止官兵不准乱杀 因为有这种措施 而避免被杀的人 大约有一万人之多 后来谢都市的儿子谢迁 就中了状元 官做到宰相 而且他的孙子谢丕 也中了炭花 就是第三名的忌事 将决呀 不乱杀 后世子孙一定发呀 一定发 谢都市 心慈悲 全活万人子孙昌呀 子孙昌 在福建省土田县的林家 他们的上北中 有一位老太太 喜欢做膳事 时常用米粉做粉团 给穷人吃 只要有人向他要 他就立刻给 脸上没有表 献出一点厌烦的样子 有一位仙人 便做到事 每天早晨向他讨六 七个粉团 老太太每天给他 一连三年 每天都是这样的不是 没有厌倦过 仙人晓得他做膳事的诚心 就像他说 我吃了你三年的粉团 要怎样报答你呢 这样吧 你家后面有一块地 若是你死后葬在 这块地上 将来子孙有关绝的 就会像一生 麻子那样的多 后来老太太去世了 她的儿子 依照仙人的指示 把老太太安葬下去 林家的子孙 第一代发科甲的 就有九人 后来世世代代 做大官的人非常多 因此 福建省竟有一句 如果没有姓林的人 去复考就不能发榜 的传言 意思是讲 林家考试的人多 并且都能考中 所以到发榜 榜上就不会 没有姓林的人 表示林家 有功名的人很多 林家老太太 喜欢做好事 常常把米粉 做成粉团 送人吃呀 送人吃 不失心诚恳 神仙也感动 报答老太太 子孙观觉一大堆呀 一大堆 冯卓彦太史的父亲 当他在献血里 做秀才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寒冷的 冬天清早 在要去献血的路上 碰到一个人 倒在雪地里 用手摸摸看 已经几乎快要冻死了 冯老先生 马上就把自己 穿的皮袍 脱下来替他穿上 并且还扶他到家里 把他救醒 冯老先生救人后 就做了一个梦 梦中 献到一位天神 告诉他说 你救人一命 是完全出自一片 制成的信来救的 所以 我要派韩琪 投生到你家 做你的儿子 等到后来 着眼生了 就命名叫做冯琪 因为他是宋朝 一个文武全才的 贤能宰相 叫做韩琪的人 来投胎转世的 冯老爹 心肠好 救人命呀 功德高 诚心诚意救人命 圣国建造七浮图呀 七浮图 浙江台州 有一个应大游上书 壮年的时候 在山中读书 夜里头 鬼常聚在一起 做鬼叫 来吓唬人 只有应公 不怕鬼叫 有一夜 应公听到一个鬼说 有一个妇人 因为丈夫出远门 做客 好久没回来 她的公婆判断 儿子可能已经死了 所以就逼 这个妇人改嫁 但是 这个妇人 确实要守洁 不肯改嫁 所以明天夜里 她要在这里上吊 我可以找到一个 替身了 凡是上吊 或者是淹死的人 如果没有替身 便无法投生 所以叫替死鬼 应公听到这些话 动了救人的心 偷偷地把自己的田 卖了四两银子 还马上写了一封 假托她丈夫的信 并把银子寄回家的事 写在信上说明 这位除外人的父母 看了信以后 因为笔记不像 所以怀疑信是假的 但是后来他们又说 信是可以假的 但是银子不能假呀 一定是儿子很平安 才会把银子寄回来 他们这样想以后 就不再逼媳妇去改嫁了 后来他们的儿子回来了 这对夫妇就得以保全 像从前新婚时一样 好好的过日子了 隔天晚上 应公又听到那个鬼说 我本来可以找到替身了 那知道被这个秀才 坏了我的事啊 旁边一个鬼说 喂 你为什么不去害死他呢 那个鬼说 天地因为这个人心好 有阴德 已经派他去做阴德尚书了 我怎么还能害他呢 应公听了这两个鬼所讲的话以后 就更加努力 更加发心 善事一天一天去做 功德也一天一天地增加 碰到荒年的时候 每次都捐弥谷救人 碰到亲戚有急难 他一定想尽办法 帮助人家渡过难关 碰到蛮不讲理的人 或不如意的事 总会反省 则被自己有过失 就心平气和地接受事实 因为应公能够这样做人 所以他的子孙得到功名 官位的 一直到现在 还是很多礼 淹死的人呀 吊死的人都要找替身呀 都要找替身 所以叫做替死鬼呀 替死鬼 江苏省常熟县 有一位徐凤竹先生 他的父亲本来就很富有 偶然碰到了荒年 就先把他应收的田租 完全捐掉 作为全县有田的人的榜样 同时又分他自己原有的稻谷 去救济穷人 有一天夜里 他听到有一群鬼 在门口唱道 千也不说谎 万也不说谎 徐家秀才 快要做到了举人 千也不说谎 万也不说谎 徐家的秀才 快做举人狼呀 快做举人狼 那些鬼连续不断地呼叫 夜夜不停 这一年 徐凤竹去村家乡市 果然考中了举人 他的父亲因此更加高兴 努力不倦地做善事 积功德 同时又修桥铺路 施斋饭工 养出家人 碰到缺米缺衣的人 也接济他们 凡事对别人有好处的事情 无不尽心地去做 后来他又听到 鬼在门前唱道 千也不说谎 万也不说谎 徐家举人 做官直坐到兜堂 结果徐凤竹 官坐到了两制的巡抚 千也不说谎 万也不说谎 徐家的举人 官坐到兜堂呀 官坐到兜堂 浙江省嘉兴县 有一位姓徒 名叫康熙的人 起初在刑部里 做主事的官 夜里就住在监狱里 并且仔细地盘问囚犯 结果发现 莫罪而被冤枉的 有不少人 但是徒工并不觉得 自己有功劳 他秘密地把这件事 上公文告诉了刑部唐官 后来到了丘审的时候 刑部唐官 把徒工所提供的话 捡些要点 来审问那些囚犯 囚犯们都老老实实地 向唐官供认 没有一个不心服的 因此 唐官就把原来冤枉的 因为受刑不住 被逼招任的是 放了十多人 那个时候 经理的百姓 都称赞刑部尚书 明察秋毫 后来 图工又向唐官上了 一份公文说 在天子脚下 尚且有纳摩 多被冤枉的人 纳摩 全国这样大的地方 千千万万的百姓 那会没有被冤枉的人呢 所以 应该每五年 再派一位减刑官 到各省区 细查囚犯犯罪的事情 确实有罪的 定罪也要公平 若是冤枉的 应该翻案重审 减轻或者释放 尚书就带位上奏皇帝 皇帝也准了 他所建议的办法 就派减刑官 到各省区查查 刚巧图工 也派在内 有一天晚上 图工梦献天神 告诉他说 你命里本来没有儿子 但是因为 你提出减刑的建议 正与天心相合 所以 上帝赐给你三个儿子 将来都可以做大官 穿紫色的袍 竖金香的戴 这天晚上 图工的夫人就有了身孕 后来生下了 应勋 应坤 应骏三个儿子 果然都做了高官 图康熙呀 图康熙 半刑案 有一套 明察秋毫不贪工 平板约案十多起 建议减刑和天心 命里五子得三子 个个都是做高官呀 做高官 有一位嘉兴人 姓鲍 名叫平 浩信之 他的父亲 做过安徽 池州府的太守 生了七个儿子 包平是最小的 他被平湖县 姓园的人家 招贼做女婿 和我父亲 常常来往 交情很深 他的学问广博 才气很高 但是每次考试 都考不中 因此 他对佛教 道教的学问 很注意研究 有一天 他向东去 卯湖游玩 偶然到了一处乡村的佛寺里 因为寺内房屋坏了 看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 露天而立 被雨淋得很湿 当时就打开他的袋子 有十两银子 就拿给这寺里的住持和尚 叫他修理寺院房屋 和尚告诉他说 修寺的工程大 银子少 不够用 没法完工 因此 他又拿了松江出产的布寺皮 再捡竹箱里的七件衣服给和尚 这七件衣服里 有用麻枝的料做的加衣 是新做的 他的佣人要他不要再送了 但是包平说 只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 能够安好 不备雨淋 我就是赤身露体 又有肾膜关系呢 和尚听后流住眼泪说 失送银两和衣服不匹 还不是件难事 只是这一点诚心 怎么容易得到呀 后来房屋修好了 包平就拉住他父亲 同游这座佛寺 并且住在寺中 那天晚上 包平做了一个梦 梦到寺里的护法神 来谢他说 你做了这些功德 你的儿子 可以世世代代 享受官路了 后来他的儿子包变 孙子包称芳 都中了进士 做到高官 包信之 学问好 才气高 可惜考试都不忠 偶到一处乡村里 见佛寺 观音像 风吹雨打露天力 不失心 油然声 难舍能舍心虔诚 感动的和尚流眼泪 梦里护法来道谢 儿孙 事事受官路呀 受官路 浙江省嘉山县 有一个叫做知力的人 他的父亲在县衙中的刑房当书办 有一个囚犯 因为被人冤枉陷害 判了死罪 知书办很可怜他 想要替他向上面的长官求情 宽勉他不死 那个囚犯 晓得知书办的好意之后 告诉他的妻子说 知工的好意 我觉得很惭愧 莫法子报答 明天请他到乡下来 你就嫁给他 他或者会感念这份情分 纳摩 我就可能有活命的机会了 他的妻子听了之后 没别的办法 所以就边哭边答应了 到了明天 知书办到了乡下 囚犯的妻子 就自己出来 劝知书办喝酒 并且把他丈夫的意思 完全告诉了知书办 但是知书办不愿意这样做 不过究竟还是尽了权力 替这个囚犯 把案子平反了 后来囚犯出狱 夫妻两个人一起 到知书办家里 叩头败谢说 您这样厚德的人 在近代时 暂时少有 现在您没有儿子 我有一个女儿 愿意送给您 做扫地的小妾 这在情理上是 可以说得通的 知书办听了他的话 就预备了礼物 把这个囚犯的女儿 迎娶魏妾 后来生了一个儿子 叫知力 才二十岁 就中了举人的钱毛 官做到汉林院的书记 后来知力的儿子 叫做知高 知高的儿子 叫知禄 都被保健 做周学县里的教官 而知禄的儿子 叫知大伦 也考中了进士 知书办 刑房力 有位囚犯遭冤屈 被判死罪 真可怜 知书办 心慈悲 平反冤 欲无条件 厚德感 冻死囚犯 死囚犯 以上这十条故事 虽然每人 所做的各不相同 不过行的都是一个善字罢了 若是要在精细的加以分类来说 那莫作善事 有真的 有假的 有直的 有区的 有阴的 有阳的 有是的 有不是的 有偏的 有正的 有一半的 有圆满的 有大的 有小的 有难的 有义的 这种种 都各有各的道理 都应该要仔细地辨别 若是做善事 而不知道 考究做善事的道理 就自夸自己做善事 做得怎样有功德 那里知道 这不是在做善事 而是在造孽 这样做起不是冤枉 白费苦心 得不到一些益处啊 我现在把上面所说过的 分类来加以说明 怎么叫做真假呢 从前在元朝的时候 有几个读书人 去拜见天目山的 高僧中东和尚 会说 国家讲善恶的报应 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 人到那里 影子也到那里 永远不分离 这是说行善 定有好报 造恶定有苦报 绝不会不报的 魏师摩现在 某一个人是行善的 他的子孙反而不兴旺 有某一个人是做恶的 他的家反倒发达得很 那莫佛说的报应 倒是没有凭据了 中通和尚回答说 平常人被世俗的见解所蒙蔽 这颗灵明的心 没有洗出干净 因此 法眼未开 所以把真的善行 反认为是恶的 真的恶行 反算它是善的 这是常有的事情 并且看错了 还不恨自己 颠颠道道 怎么反而 抱怨天的报应错了呢 大家又说 善就是善 恶就是恶 善恶那理会弄得相反呢 中风和尚听了之后 便叫他们把所认为是善的 恶的事情都说出来 其中有一个人说 骂人 打人是恶 恭敬人 用礼貌待人是善 中风和尚回答说 你说的不一定对哦 另外一个读书人说 贪财 乱要钱是恶 不贪财 轻轻摆摆手挣道 是善 中风和尚说 你说的也不一定是对哦 那些读书人 都把个人平时所看到的 种种善恶的行为 都讲出来 但是中风和尚都说 不一定全对哦 那几个读书人 因为他们所说的善恶 中风和尚都说 他们说的不对 所以就请问和尚 究竟怎样才是善 怎样才是恶 中风和尚告诉他们说 做对别人有意的事情 是善 做对自己有意的事情 是恶 若是做的事情 可以使别人得到益处 哪怕是骂人 打人 也都是善 而有益于自己的事情 纳摩就是恭敬人 用礼貌待人 也都是恶 所以一个人做的善事 使旁人得到利益的 就是恭 恭就是真了 只想到自己 要得到的利益 就是思 思就是假了 并且从良心上 所发出来的善行 是真 只不过是照例做做就算了的 是假 还有 为善不求报答 不露痕迹 那魔所做的善事 是真 但是 为助某一众目的 企图有所得 才去做的善事 是假 像这样的种种 自己都要仔细地考察 怎样叫做端举呢 现在的人 看见己 甚不倔强的人 大都称他是善人 而且很看重他 然而 古时的圣贤 却是宁愿欣赏 志气高 指向前进的人 或者是安分守己 不肯乱来的人 因为这种人 才有担当 有座位 可以教导他 使他上界 至于那些 看起来 谨慎小心 却是无用的好人 虽然在乡里 大家都喜欢他 但是因为 这种人的个性软弱 随波逐流 没有志气 所以 圣人一定要说 这种人 是伤害道德的贼 这样看来 世俗人所说的 善恶观念 分明是和圣人相反 俗人说是善的 圣人反而说是恶 俗人说是恶的 圣人反而说是善 从这一个观念 推广到 各种不同的事情来说 俗人所喜欢的 或者是不喜欢的 完全不同于圣人 那还有不错的吗 天地鬼神 庇佑善人 报应恶人 他们都和圣人的看法 是一样的 圣贤以为是对的 天地鬼神 也以为是对的 圣贤以为是错的 天地鬼神 也认为是错的 而不和世俗人 采取相同的看法 所以 凡药基功德 绝对不可以 被耳朵所喜欢的声音 眼睛所喜欢的景象 所利用 而跟着感觉再走 必须要从己心动念 淫威的地方 将自己的心 默默地洗涤清净 不可让邪恶的念头 污染了自己的心 所以 全是救济世人的心 是值 如果存有一些 讨好世俗的心 就是取 全是爱人的心 是值 如果有一丝 一毫对世人怨恨不平的心 就是取 全是恭敬别人的心 就是值 如果有一丝 玩弄世人的心 就是取 这些都应该细细地去分辨 怎样叫做阴阳呢 凡是一个人做善事被人知道 叫做阳善 做善事而别人不知道 叫做阴德 有阴德的人 上天自然会知道 并且会报仇他的 有阳善的人 大家都晓得他 称赞他 他便享受世上的美名 享受好名声 虽然也是福 但是名这个东西 为天地所祭 天地是不喜欢爱名之人的 只要看世界上享受极大名声的人 而他实际上没有功德 可以称配他所享受的名声 常会遭遇到料想不到的恨祸 一个人并没有过失差错 反倒被冤枉 无缘无故被人栽上恶名的人 他的子孙 常常会忽然间发达起来 这样看来 阴德和阳善的分别 真是细微的很 不可以不加以分辨啊 怎样叫做是非呢 从前春秋时代的鲁国 定有一种法律 凡是鲁国人 被别的国家抓去做奴隶 若有人肯出钱 把这些人赎回来 就可以向官府领取赏金 但是孔子的学生子贡 他很有钱 虽然也替人赎回 被抓去的人回来 子贡却是不肯接受鲁国的赏金 他不肯接受赏金 纯粹是帮助他人 本意是很好 但是孔子听到之后 很不高兴地说 这件世子共做错了 凡是圣贤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要做了以后 能把风俗变好 可以教训 引导百姓做好人 这种事才可以做 不是单单为了自己 觉得爽快趁心 就去做 现在鲁国富有的人少 穷苦的人多 若是受了赏金 就算是贪财 那么不肯受贪财之名的人 和钱不多的人 就不肯去赎人了 一定要很有钱的人 才会去赎人 如果这样的话 恐怕从此以后 就不会再有人 向诸侯赎人了 子鹿看见一个人 跌在水里 把他救了上来 那个人就送一只牛 来答谢子鹿 子鹿就接受了 孔子知道了 很欣慰地说 从今以后 鲁国就会有很多人 自动到深水大河中 去救人了 由这两件事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 子贡不接受赏金是好的 子鹿接受牛是不好的 不料孔子反而称赞子鹿 责备子贡 照这样看来 要知道一个人做善事 不能只看眼前的效果 而要讲究 是不是会产生流传下去的弊端 不能只论意识的影响 而是要讲究长远的是非 不能只论个人的得失 而是要讲究 他关系天下大众的影响 现在所谓 虽然是善 但是如果流传下去 对人有害 那就虽然像善 实在还不是善 现在所行 虽然不是善 但是如果流传下去 能够帮助人 那就虽然像不善 实在倒是善 这只不过是拿一件事情 来讲讲罢了 说到其他种种 还有很多 例如 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叫做义 但是有的时候 做该做的事 也会做错 做了到反而坏事 譬如坏人 可以不必宽放他 有人宽放他 这事情不能说不是义 但是宽放了这个坏人 反而使他的胆子更大 坏事做得更多 结果旁人受害 自己也犯罪 倒不如不要宽放他 给他警戒 使他不再犯罪的好 不宽放他 是非义 使这个人不再犯罪 是义 这就叫做非义之义 礼貌是人人应该有的 但是要有分寸 用礼貌对待人 是礼 但若是过分 反而使人骄傲起来 就成为非礼了 这就叫做非礼之礼 信用虽要紧 但是也要看状况 譬如 顾全小的信用 使信 要顾全小信 却无了大事 反而使得大信 不能顾全 此变成非信了 这就叫做非信之信 爱人本来是词 但是因为过分的慈爱 反而使人胆子变大 闯出大祸 那就变成不词了 这就叫做非词之词 这些问题 都应该细细地加以判断 分别清楚 什么叫做偏证呢 从前明朝的宰相 宇文义公刚 才辞掉宰相的官位 回到家乡来 因为他做官清廉 公正 全国的人都敬佩他 就像是群山谷 未驻泰山 众星环绕住 北斗星一样 独独有一个乡下人 喝醉酒后 骂女工 但是女工并没有因为 被他骂而生气 并向自己的佣人说 这个人喝酒醉了 不要和他计较 女工就关了门 不理睬他 过了一年 这个人犯了死罪入狱 女工方才懊悔地讲 若是当师同他计较 将他送到官府治罪 可以极小惩罚 而受到大警戒的效果 他就不至于犯下死罪了 我当时只想心存厚道 所以就轻轻放过他 那知道反而养成他 天不怕地不怕的 亡命之徒的恶性 他以为就算是骂宰相 也没时磨大不了 一直到犯下死罪 送了性命 这就是存善心 反倒做了恶事的一个例子 也有存了恶心 倒反而做了善事的例子 像有一个大夫人家 碰到荒年 穷人大白天在市场上抢迷 这个大夫人家 便告到县官那里 县官偏偏又不受理这个案子 穷人因此胆子更大 欲加放肆横行了 于是 这个大夫人家 就私底下 把强女的人捉起来官 出她的丑 那些强女的人 她这大夫人家捉人 反倒安定下来 不再强了 若不是因为这样 市面上几乎大乱了 所以 善事正 恶事偏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也有存善心 反倒做了恶事的例子 这是存心虽正 结果变成偏 只可称作正中的偏 不过也有存恶心 反倒做了善事的例子 这是存心虽是偏 结果反成正 只可称作偏中的正 这种道理 大家不可不知道 怎样叫做 半满的善呢 《易经》上说 一个人不积善 不会成就好的名誉 不饥饿 则不会有杀身的大祸 《书经》上说 商朝的罪孽 像穿的一串钱纳磨满 就旁扶收藏东西 装满了一个容器里一样 如果你很勤奋地 天天去处击 纳磨中有一天就会积满 商朝由开国一直到驻王 他的故事罪恶 到此时便积满了 因此迅速亡国 如果懒惰些 不去收藏积存 那就不会买 所说的积善积恶 也像储存东西一样 这是讲半善满善的 一种说法 从前有一户人家的女子 到佛寺里去 想要送些钱给寺里 可惜身上没有多的钱 只有两文钱 就拿来布施给和尚 而寺里的首席和尚 竟然亲自替他在佛前回向 求忏悔灭罪 后来这位女子进了皇宫 做了贵妃 富贵之后 便带了几千两的银子 来寺里布施 但是这位主僧 却只是叫他的徒弟 替那个女子回向罢了 那个女子不懂前后两次的布施 为时模待遇差别如此之大 就问主僧说 我从前不过布施两文钱 师父就亲自替我忏悔 现在我布施了几千两银子 而师父不替我回向 不知是什么道理 主僧回答他说 从前布施的银子虽然少 但是你布施的心 很真切虔诚 所以被我老和尚亲自替你忏悔 便不足以报答你布施的功德 现在布施的钱虽然多 但是你布施的心 不像从前真切 所以叫人带你忏悔 也就够了 这就是几千两银子的布施 只算是半膳 而两文钱的布施 却算是满膳 道理在此 又汉朝人忠黎 把他炼丹的方法 传给吕洞斌 用丹点在铁上 就能变成黄金 可拿来救济世上的穷人 吕洞斌问忠黎说 变了金 到底会不会再变回铁呢 忠黎回答说 五百年以后 仍旧要变回原来的铁 吕洞斌又说 像这样 就会害了五百年以后的人 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忠黎叫吕洞斌点铁成金 不过是试试他的心而已 现在知道吕洞斌存心善良 所以对他说 修仙要积满三千件功德 听你这句话 你的三千件功德 已经做圆满了 这是半膳满膳的 又一种讲法 一个人做善事 而内心不可刀念 彷彿自己做了一件 不得了的善事 能够这样 纳摩就随便你所做的 任何善事 都能够成功 而且圆满 若是做了件善事 这个心就牢记在 这件善事上 虽然一生都很勤勉地 做善事 也只不过是半善而已 譬如拿钱去救济人 要内不见不失的我 外不见受不失的人 中不见不失的钱 这才叫做三文体空 也叫做一心清净 如果能够这样的不失 纵使不失不过一斗米 也可以种下 无边无牙的福了 即使不失一文钱 也可以消除 一千节所造的罪了 如果这个心 不能够忘掉 所做的善事 虽然用了二十万两黄金 去救济别人 还是不能够得到 圆满的福 这又是一种说法 怎么叫做大善小善呢 从前有一个人 叫做魏仲达 在汉林院里做官 有一次被鬼族 把他的魂引到了阴间 阴间的主审判官 吩咐手下的书办 把他在阳间所做的 善事恶事两重册子送上来 等册子送到一看 他的恶事册子 多的净摊满了一院子 而善事的册子 只不过像一只筷子那样小罢了 主审官又吩咐 拿乘来乘乘看 那摊满院子的恶侧子 反而比较轻 而像一只筷子那样 小卷的扇侧子 反而比较重 魏仲达就问说 我年纪还不到四十岁 那会犯了这魔多的 过失罪恶呢 主审官说 只要一个念头不正 就是罪恶 不必等到你去犯 譬如看见女色 动了坏念头 那就是犯过 因此 魏仲达就问这扇 厕子里记的是什么 主审官说 皇帝有一次 曾想要兴建大工程 修三山地方的石桥 你上奏卷皇帝不要修 免得劳民伤财 这就是你的奏章底稿 魏仲达说 我虽然讲过 但是皇帝不听 还是动工了 对那件事情的进行 并没有发生作用 这份书表 怎么还能有这样大的力量呢 主审官说 皇帝虽然没有听你的建议 但是你这个念头 目的是要使千万百姓 免去劳役 唐使皇帝听你的 奈善的力量 就更大了你 所以 立志做善事 目的在利益天下 国家百姓 纳摩善事纵然小 功德却很大 假使只为了利益自己一个人 纳摩善事虽然多 功德却很小 怎么叫做 难行易行的善呢 从前有学问的读书人 都说克制自己的私欲 要从难除去的地方先除起 孔子的弟子凡池 问孔子怎样叫做人 孔子也说 先要从难的地方下功夫 孔子所说的难 也就是除掉私心 并应该先从最难做 最难克除的地方做起 一定要像江西的 一位书老先生 他在别人家教书 把两年所谨得的薪水 帮助一户穷人 还了他们所欠公家的钱 而免除他们夫妇 被拆散的悲剧 又像河北寒丹县的张老先生 看到一个穷人 把妻儿抵押了 钱也用了 若是没有钱去赎回 恐怕妻儿都要活不成了 于是就舍弃他十年的积蓄 替这个穷人赎回他的妻儿 像书老先生 张老先生都是在最难处 旁人不容易舍的 他们竟然能够舍得呀 又像江苏省镇江的 一位晋老先生 虽然年老没有儿子 他的穷邻居 愿意把一个年轻的女儿 给他做妾 愿能为他生一个儿子 但是这位晋老先生 忽忍心误了他的青春 还是拒绝了 就把这女子送还邻居 这又是很难忍出 而能够忍得住的事呀 所以上天赐给他们 这几位老先生的福 也特别的丰厚 善有真 也有假 有端有曲有阴阳 有失有非有偏正 有伴有蛮有大小 有难有意当身变呀 当身变 凡是有才有势的人 要立些功德 比平常人来得容易 但是容易做 却不肯做 那就叫做自暴自弃了 而没钱没事的穷人 要做些福 都会有很大的阴难 难做到而能做到 这才真是可贵呀 我们为人处事 应该遇到机缘 就去做救济众人的事 不过救济众人 也不是容易的事 救济众人的种类很多 简单地说 他的重要项目 大约有十种 第一是与人为善 看到别人有一点善心 我就帮他 使他善心增长 别人做善事 力量不够 做不成功 我就帮他 使他做成功 这都是与人为善 第二是爱尽存心 就是对比我学问好 年纪大 辈分高的人 都应该心存尽重 而对比我年纪小 辈分低 景况穷的人 都该要心存爱护 第三是成人之美 譬如一个人 要做件好事 尚未决定 则应该劝他 尽心尽力去做 别人做善事时 遇到了阻碍 不能成功 应想方法 指引他 劝导他 使得他成功 而不可生 极度心去破坏他 第四是劝人为善 碰到作恶的人 要劝他做恶 绝对有苦报 恶事万万做不得 碰到不肯为善 或只肯做些小善的人 就要劝他 行善绝对有好报 善事不但要做 而且还要做得多 做得大 第五是救人危急 一般人大多喜欢 挤上天花 而缺乏雪中送炭的精神 而当遇到他人最危险 最困难 最紧急的关头 能及时向他伸出援手 拉他一把 出钱出力 帮他解决危急困境 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但是不可以引以为傲 第六是兴建大力 有大力的事情 自然要有大力量的人 才能做到 一个人既然有大力量 自然应该做些大力的事情 以利益大众 例如修筑水利系统 救济大灾海等等 但是没有大力量的人 也可以做到的 例如发现河堤上有个小洞 水从洞里冒出 只要用些泥土 小石将小洞塞住 这堤防就可以保住 而防止了水灾的发生 事情虽然小 但这种功效 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七是舍财作福 苏玉说 人未才死 世人的心总爱钱财 求财都来不及 还愿意去舍财 记住他人吗 因此能舍财去消除别人的灾难 解决他人的危急 对一个常人而言 以不简单 对穷人来说 则更加了不起 如按因果来讲 舍得 舍得 有舍才有德 舍不得 舍不得 不舍就不得 做一份善事 就会有一份福报 所以不必忧愁 我们会因为舍财救人 而使自己的生活陷于绝路 第八是护持政法 这种法就是指各种宗教的法 宗教有证 有邪 法也有证 有邪 邪教的邪法最害人心 自然应该禁止 而具有正知正见的佛法 是最容易劝导人心 挽回善良风俗的 若是有人破坏 一定要用权力保护维持 不可让他破坏 第九是敬重尊长 凡是学问深 见识好 职位高 辈分大 年纪老的人 都称为尊长 自己都应该敬重 不可看清他们 第十是爱惜悟命 凡是有性命的东西 虽然像蚂蚁那样小 也是有知觉的 小的痛苦 并且也会贪生怕死 应该要哀怜他们 怎可以乱杀乱吃呢 有人常说 这些东西 本来就是要给人吃的 这话是最不通的 而且都是贪吃的人 所造出来的话 以上所讲的十种 只是大概的说明 下面是分别举例比喻 什么叫做与人善呢 从前于朝的顺 在他还没有做君主之前 在雷泽湖边 看见年轻力壮的渔夫 都捡湖水深处去抓鱼 而那些年老体弱的渔夫 都在水流的急 而且水较浅的地方抓 水流急 鱼停不住 浅滩水少 鱼也比较少 不比水深的地方 鱼都在那里游来游去 较容易抓 那些年轻力壮的渔夫 把好的地方都占去了 顺看见这种情形 心里面悲伤哀怜他们 就想了一个方法 他自己也去增加捉鱼 看见那些喜欢抢夺的人 就把他们的过失 掩盖起来 而且也不对外讲 探现那些 比较谦让的渔夫 便到处称赞他们 拿他们做榜样 并且学习 他们谦让的模样 像这样 顺抓了一年的鱼 大家都把水深鱼多的地方 让出来了 顺的故事 不过是用来劝话人 不可误解 是劝人抓鱼 要知道抓鱼 是犯杀生的罪孽 千万不可以做呀 那模像顺那样 明白聪明的圣人 那又不能说 积聚众肯的话 来教化众人 而一定要亲自参与呢 要小得顺 不用言语来教化众人 而是拿自己做榜样 使人陷了 感觉见亏 而改变自己的自私心理 这真是一个 用心良苦的人 所谓的苦心啊 我们生在这个人心风俗败坏 漠视的时代 做人很不容易 因此 旁人有不如我的地方 不可以把自己的长处 去盖过旁人 旁人有不善的事情 不可以把自己的善 来和别人比较 别人能力不及我 不可以把自己有的能力 来为难别人 自己纵然有才干聪明 也要收敛起来 不可以外露炫耀 应该像是没有聪明才干一样 要看聪明才干 都是虚的 假的一般 看到别人有过失 姑且替他包含眼盖 像这样 一方面可以使他 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另一方面 可以使他有所顾忌 而不敢放肆 若是扯破面皮 他就没有顾忌了 看到旁人有些小的长处 可以学的 或有小的善心善事 可以记得都应该立刻翻转过来 放下自己的主见 学他的长处 并且称赞他 替他广位传扬 一个人在平常生活中 不论讲句话 或是做件事 全部可谓自己 发起一种自私自闭的念头 而要全为了社会大众设想 立出一种规则来 使大众可以通行遵守 这才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把天下所有的一切 都看作是功 而不是私的度量了 什么叫做爱静存心呢 君子与小人 从外貌来看 常常容易混淆 分不出真假 因为小人会装假人假意 冒充君子 不过这一点存心 君子是善 小人是恶 彼此相距很远 他们的分别 就像黑白两种颜色 绝对相反不同 所以孟子说 君子所以与常人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存心啊 君子所存的心 只有爱人敬人的心 因为人虽然有亲近的 疏远的 有尊贵的 有低微的 有聪明的 有愚笨的 有道德的 有下流的 千千万万不同的种类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 都是和我们一样 有生命 有血有肉 有感情 那一个不该爱他敬他了 爱敬众人 就是爱敬圣贤人 能够明白众人的意思 就是明白圣贤人的意思 为什麽呢 因为圣贤人 本来都希望世界上的人 大家都能安居乐业 过住幸福美满的生活 所以我们能够处处爱人 处处敬人 使世上的人 各个平安幸福 也就可以说是代替圣贤 使这个世界上 人人都能够平安快乐 什么叫做成人之美呢 举例来说 若是把一块里面有玉的石头 随便乱丢抛弃 纳磨这块里面有玉的石头 也只不过是和把片碎石一样 一文不值了 若是把它好好的加以雕刻琢磨 纳磨这块石头 就成了非常珍贵的宝物规章了 一个人也是如此 也全是靠劝导提引 所以看到别人做一件善事 或者是这个人立志向上 而且他的资质足以造就的话 都应该好好地引导他 提拔他 使他成为社会上的有用之才 或是夸赞他 激励他 扶持他 若是有人冤枉他 就替他遍解冤屈 来替他分担 无端被人恶意地毁谤 可以设法代替他 顶替他被毁谤的事实 减轻他所受的毁谤 这样叫做分磅 务必要 使他能够立身于社会 而后才算是进了我的心意 大概通常的人 对那些与他不同类型的人 都不免有厌恶感 譬如 小人恨君子 恶人恨善人 在同一个乡里的人 都是善得少 不善得多 正因为不善的人很多 善的人少 所以善人处在世俗里 常常被恶人欺负 很难立得住脚 况且豪杰的性情 大多数是刚正不屈 并且不注意修饰外表 世俗的眼光 见识不高 只看外表 就说长道短 随便批评 所以做善事 也常常容易失败 善人也常常被人毁谤 碰到这种情形 只有全靠人人长者 才能纠正那些邪恶不正的人 教导指引他们改邪规证 保护 帮助善人 使他成立 像这样匹习险证的功德 实在是最大的 什么叫做确认未善呢 一个人既然已精生 在世上做了人 那一个没有良心呢 但是因为积极地追逐名利 弄得这时间忙碌不堪 只要有名利可得 就昧住良心 不择手段地去做 那就最容易堕落了 所以与别人往来相处 时常要留心观察这个人 若是看他要堕落了 就应该随时随地提醒他 警告他 开发他的糊涂昏乱 譬如 看现他在长夜里 做了一个浑浑噩噩的梦 一定要叫唤他 使他赶快清醒 又譬如 看他长久陷落在板岛里 一定要提拔他一把 使他头脑转为清凉 像这样以恩待人 功德是最周辩 最广大的 从前韩文宫曾说 以口来劝人 只在一时 事情过了 也就忘了 并且别处的人 无法听到 以书来劝人 可以流传到百事 并且能传遍世界 所以做善书 有利言的大功德 这里说以口来劝 用书来劝人卫善 与前面所讲的 与人卫善比较起来 虽然叫注重形式的痕迹 但是这种对症下药的事 时常会有特殊的效果 这种方法是不可以放弃的 并且 劝人也得要劝得得当 譬如这个人太倔强 不可以用话来劝 你若是用话去劝了 不但是白劝 所劝的话 也成了废话 这叫做失言 如果这个人性情温顺 可以用话来劝 你却是不劝 错过了劝人未善的机会 这叫做失人 失言失人 都是自己智慧不够 分辨不出来 就应该自己仔细反省检讨 如此才能不失言 也不失人 什么叫做救人危急呢 患难颠沛的事情 在人的一生当中 都是常有的 假设偶尔碰到患难危急的人 应该要将他的痛苦 当作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一样 赶快设法解救 看他有什么被人冤屈压迫的事情 或是用话语 帮助他身边明白 或是用种种的方法 来救济他的困苦 明朝的崔子曾经说 恩惠不在乎大小 只要在别人危急的时候 赶紧去帮助他就可以了 这句话真正是忍者的话 什么叫做兴建大地呢 讲小的 在一个乡中 讲大的 在一个县内 凡事有意公众的事 最应该发起兴建 或是开壁水道来灌溉农田 或是建筑低岸来预防水灾 或是修筑桥梁 使行旅交通方便 或是失送茶饭 救济饿口渴的人 随时遇到机会 都要劝导大家 同心协力 出钱出力来兴建 纵然有别人在暗中毁谤你 重伤你 你也不要为了避嫌疑 就不去做 也不要怕辛苦 担心别人极度怨恨 就推脱不做 这都是不可以的 什么叫做舍财作福呢 佛门里的万众善行 以不失为最重要 讲到不失 就只有一个舍字 什么都舍的 就合佛的意思 真正明白道理的人 什么都肯舍 譬如自己身上的眼睛 耳朵 鼻子 舌头 身体 念头 没有一样不肯舍掉 譬如 佛陀曾在阴地修行的时候 舍身似乎 在身外的色 生 香 胃 触 法 也都可以一概舍弃 一个人所有的一切 没有一样不可以舍掉 能够如此 那就身心清静 没有烦恼 就如同佛菩萨了 若是不能什么都舍 那就先从前财上 着手不失 世间人都把穿衣吃饭 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 因此 钱财上的不失也最为重要 如果我能够痛痛快快地施舍钱财 对内而言 可以破除我小气的毛病 对外而言 则可救济别人的急难 不过 钱财不易看破 起初做起来 难免会有一些勉强 只要舍惯了 心中自然安逸 也就没有什么舍不得了 这是最容易消除自己的贪念私心 也可以除掉自己对钱财的执着与变色 什么叫做护持正法呢 法师千万年来 有灵性的有情生命的眼目 也是真理的准绳 但是 法有正有邪 如果没有正法 如何能够三家帮 驻天地造化之功呢 怎样会使得各式各样的人 以及种种的东西 都能够像财不成一那样的成功呢 怎样可以拖出那种种的迷惑 离开那种种的束缚呢 怎样可以建设整理世上一切的事情 和逃出这个污秽世界 生死轮回的苦海呢 这都需要靠有了正法 才向有了光明的大路可走 所以 凡是看到圣贤的寺庙 图像 经典 遗训 都要加以敬重 至于有破损不完全的 都应该要修补 整理 而讲到佛门正法 尤其应该敬重的家 以传播宣扬 使大家都重视 才可以上报佛的恩德 这些都是更应该加以权力去实践的 什么叫做敬重尊长呢 家里的父亲 兄长 国家的君王 长官 以及凡是年岁 道德 职位 见识高的人 都应该格外虔诚地去敬重他们 在家里侍奉父母 要有施爱父母的心 与委婉和顺的容貌 而且 生要和 气要平 这样不断地虚染成习惯 就变成自然的好性情 这就是和气 可以感尽天心的根本办法 出门在外侍后君王 不论是摩世 都应该依照古法去做 不可以为君王不知道 自己就可以随意乱做呀 办一个犯罪的人 不论他的罪轻惑众 都要仔细审问 公平的执法 不可以为君王不知道 就可以作为作福冤枉人 服侍君王 像面对上天一样的恭敬 这是古人所定的规范 这种地方关系 因得最大 你们是看 凡是忠孝人家 他们的子孙 没有不发达久远 而且前途兴旺的 所以 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去做 什么叫做爱惜悟命呢 要知道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算他是人 就是在他有这一片 侧隐的心罢了 所以孟子说 没有侧隐之心 就不是人 求人的 就是求这一片侧隐之心 积德的 也就是积这一片侧隐的心 有侧隐心就是人 有侧隐心就是德 没有侧隐心 就是无人心 莫道德 周历尚曾说 每年正月的时候 正是畜生最容易怀孕的期间 这时候 祭品 勿用母的 因为要预防 畜生肚里有胎儿的缘故 孟子说 君子不肯 住在厨房附近 就是要保全自己的 侧隐之心 所以 前辈有四种肉 不吃的禁忌 比如说 听到动物被杀的声音 不吃 或者在他被杀的时候 看见 不吃 或者是自己养大的 不吃 或专门为我杀的 不吃 后辈的人 若要学习前辈的人慈心 一下子做不到断食婚心 也应该依照前辈的办法 进戒少吃 照佛法来讲 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都是因为前生造了孽 而投胎做畜生 等到他们的罪孽还完了后 仍然可以投胎做人的 做人以后 若是肯修行 也可以修成佛 纳摩 我今生所吃的肉 难保不就是吃了未来佛的肉 并且现在的畜生 在无量过去的前世中 也一定曾经做过人 纳摩 他们可能曾做过我前生中的父母 妻子 亲族 朋友 我今天吃的肉 可能就是吃我前生的父母 妻子 亲族 朋友的肉了 而今天我做人 他做畜生 我吃他 我就造了杀孽 与他结下冤仇 如果被我吃的畜生 来世他的孽债还轻了 投生做了人 而我却因为杀生造孽 投胎做畜生 恐怕他也要报复我杀他之仇 而来杀我 吃我了 这样说来 还能杀生我 肉还能吃得下吗 况且 吃肉就算味道好 也不过是经过嘴里 到喉咙那段时候 还觉得有味道 等到咽了下去 还有什么味道 与素菜有什么两样 为什么一定要杀生造孽呢 虽然一时做不到不吃肉 也应该渐渐地减少吃肉 直到完全不吃 这样子 慈悲心就会越来越增加 不但杀生硬解 就是那些极小 不论愚蠢的 或是有灵性的 凡是有生命的 都应该禁止伤害 他们的性命 像要用丝来做衣服 就把残碱放在水里烧 那要伤害多少残的性命 绝地种田 要杀害地下多少虫的性命 想想我们穿的衣 吃的饭 是从那里来的呢 都是杀他们的命 来养活我们自己 所以糟蹋粮食 浪费东西的罪孽 实在也应该 与杀生的罪孽相等 至于随手雾上的生命 脚下雾踏而死的生命 又不晓得有多少 这都应该要设法防止 宋朝的苏东托 有首诗说 爱属长留饭 连鹅不点灯 意思是说 恐怕老鼠饿死 所以为老鼠留些饭 哀怜飞鹅扑到灯上烫死 所以灯也不点 这话是多么的仁厚慈悲啊 善事无穷无尽 那能说得完 只要把上边说的十件事 加以推广发扬 那摩无数的功德 就都完备了 救济众人士 种类有很多 简单而言之 大概有十众 与人未善一呀 爱敬存些二 成人至美三呀 劝人未善四 救人危及五呀 兴建大力六 舍财作福七呀 护持正法八 敬重尊长九呀 爱惜悟命时呀 爱惜悟命时 第四篇 千德之效 第三篇所说的 都是激善的方法 能够激善 自然最好 但人在社会上 不能不和人来往 做人的方法 必须加以讲究 而最好的方法 就是谦虚了 一个人能谦虚 在社会上 一定会得到 大众广泛的支持与信任 而懂得谦虚 便更知道 日新又新的重要 不但学问要求进步 做人做事交朋友等等 样样都要求进步 所有种种的好处 都从谦虚上得来 所以成为谦德 这一篇专讲谦虚的好处 谦虚的笑咽 大家要仔细地研究 不可以胡伦吞草 那就必定能够得到大的利益 书经说 满招损呀 千受益 自满的就要招损害 谦虚的就会受到益呀 受到益 益经签挂上说 天的道理 无论什么 凡是骄傲自满的 就要使他亏损 而谦虚的 就让他得到益处 地的道理 无论什么 凡是骄傲自满的 也要使他改变 不能让他永远满足 而谦虚的 要使他滋润不枯 就像低的地方 流水经过 必定会充满了他的缺陷 鬼神的道理 凡是骄傲自满的 就要使他受害 谦虚的便使他受服 人的道理 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人 而喜欢谦虚的人 这样看来 天 地 鬼 神 人 都看重谦虚的一面 一经上六十四卦 所讲的都是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 叫人做人的方法 每一卦谣中 有凶有吉 凶卦是警戒人 去恶从善 吉卦是勉力人 要日心又心 唯有这个牵挂 每一谣都即下 书经上也讲 自满就会遭到损害 自迁就会受到益处 我好几次和许多人去增加考试 每次都看到贫寒的读书人 快要发达考中的时候 脸上一定有一片铅盒 而且安详的光彩发出来 彭扶可以用手捧住的样子 新未年 我到京城去会试 我的同乡家善人 一起去参加会试的 大约有十个人 只有丁静语 这个人最年轻 而且非常谦虚 我告诉同去会试的费锦波家 这位老兄 今年一定考中 费锦波问我说 怎样能看出来呢 我说只有谦虚的人 可以承受福报 老兄你看我们诗人当中 有诚实厚道 一切事情不敢抢在人前 向静语的吗 有恭恭敬敬 一切多肯顺手 小心谦逊 向静语的吗 有受人侮辱而不回答 听到人家毁谤他 而不去争辩 向静语的吗 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 就是天地鬼神 也都要保佑他 岂有不发达的道理 等到放榜 丁静语果然考中了 丁丑年在京城里 和冯开之住在一起 看现他总是虚心自谦 灭荣和顺 一点也不骄傲 大大的改变了 他小时候的那种习气 他有一位 政治又诚实的朋友 姬姬妍 时常当面指责他的错处 但却只看到他 平心静气地 接受朋友的责备 从来不反驳一句话 我告诉他说 一个人有福 一定有福的根苗 有祸 也一定有祸的预兆 只要这个心能够谦虚 上天一定会帮助他 你老兄今年必定能够登地了 后来冯开之果然真的考中了 赵玉峰 明光源 是山东省贯县人 不满二十岁的时候 就中了举人 后来又考会试 却多次不中 他的父亲 做嘉善县的主任秘书 玉峰随同他夫妻上任 玉峰非常羡慕 嘉善县明示钱明吴的学问 就拿自己的文章去献他 那小的这位钱先生竟然拿起笔来 把他的文章都涂掉了 玉峰不但不发火 并且心服口服 赶紧把自己文章的缺失改了 如此虚心用功的年轻人 实在是少有 到了明年 玉峰就考中了 人陈年 我入京城去 觐见皇帝 先到一位叫下见所的读书人 看到他的气质 虚怀若骨 毫无一点骄傲的神器 而且他那谦虚的光彩 就像会逼近人的样子 我回来告诉朋友说 凡是上天要使这个人发达 再没有发他的福时 一定先发他的智慧 这种智慧一发 那就使浮华的人 自然会变得诚实 放肆的人也就自动收敛了 见所他温和善良到这种地步 是已发了智慧了 上天一定要发他的福了 等到放榜的时候 见所果然考中了 江一有一位读书人 名叫张卫言 他的学问积得很深 文章做得很好 在许多读书人当中 很有名声 甲午年南京乡市 他借助在一处区寺院里 等到放榜 网上没有他的名字 他不服气 大骂考官 眼睛不清楚 看不出他的文章好 那时候 有一个道士在旁微笑 张卫言马上 就把怒火发在道士的身上 道士说 你的文章一定不好 张卫言更加地发怒说 你没有看到我的文章 怎么知道我写得不好呢 道士说 我常听人说 做文章最要紧的 是心平气和 现在听到你大骂考官 表示你的心非常不平 气也太暴了 你的文章怎么会好呢 张卫言听了道士的话 道不觉得屈服了 因此 就转过来 向道士请教 道士说 要考中功名 权要靠命 命理不该中 文章虽好 也没益处 仍不会考中 一定要你自己改变改变 张卫言问道 既然是命 怎样去改变呢 道士说 造命的权 虽然在天 立命的权 还是在我 只要你肯尽力 去做善事 多基因得 什么福不可求得呢 张卫言说 我是一个穷毒疏人 能做什么善事呢 道士说 行善事 基因功 都是从这个心做出来的 只要常常存作善事 基因功的心 功德就无量无边了 就像谦虚这件事 又不要花钱 你为什么不自我反省 自己功夫太浅 不能谦虚 反而骂口官不公平呢 张卫言听了道士的话 从此以后 就压低一向骄傲的志向 自己很留意把持住自己 误走错了路 天天加功夫去修缮 天天加功夫去积德 到了丁永年 有一天 他坐梦到一处很高的房屋里去 看到一本考试录取的名册 中间有许多的缺行 他看不懂 就问旁边的人说 这是什么 那个人说 这是今年考试录取的名册 而张卫言问 为什么名册内 有这模多的缺行 那个人又回答说 阴间对那些考试的人 每三年考察一次 一定要积德 没有过失 这册里才会有名字 像名册前面的缺额 都是从前本该考中 但是因为 他们最近犯了 有罪过的事情 才把名字去掉的 后来那个人 又指了一行说 你三年来 很留心地把持住自己 没犯罪过 或者是应该补上这个空缺了 希望你珍重自爱 勿犯过失 果然张卫言 就在这次的会考 考中了第105名 造命的全在天 立命的全在我 只要肯努力 多做善事基因德呀 基因德 什么福报求不得呀 求不得 从上面所讲的看来 举头三尺高 一定有神明 在监察助人的行为 因此 利人 吉祥的事情 都应该赶快地去做 凶险 损人的事 应该避免 不要去做 这是可以由我自己决定的 只要我存好心 约束一切不善的行为 丝毫不得罪天地鬼神 而且还要虚心 自己肯迁就不骄傲 使得天地鬼神 实施哀怜我 才可以有福的根基 那些满怀傲气的人 一定不是远大的气量 就算能发达 也不会长久地享受福报 稍有见识的人 一定不肯把自己度量 弄得很狭窄 而自己拒绝可以得到的福 况且谦虚的人 他还有地方可以受到教导 若人不谦虚 谁肯去教他 并且谦虚的人 肯学别人的好处 别人友善的行动 就去学他 那摩得到的善行 就没有穷尽了 尤其是尽得修业的人 一定所不可缺少的呀 举头三尺高呀 决定有神明 不但要存好心 而且要虚心 不可以做坏事 还要肯迁就 天地鬼神呀 千万莫得罪呀 莫得罪 古人有积句老话说 有心要求公民的 一定可以得到公民 有心要求富贵的 一定可以得到富贵 一个人有远大的志向 就像树有根一样 树有根就会生出 椰枝花叶来 人要立定了 这众伟大的志向 必须在每一个念头上 都要谦虚 即使碰到像灰尘一样 极小的事情 也要使别人方便 能够做到这样 自然会感动天地了 而造福全在我自己 自己真心要造 就能够造成 像现在那些 求取公民的人 当初那有什么真心 不过是一时的心智罢了 心智来了 就去求 心智退了 就停止 孟子对齐宣王说 大王写好音乐 若是到了极点 纳摩齐国的国运 大概可以兴旺了 但是 大王写好音乐 只是个人在追求快乐罢了 若是能把个人追求快乐的心 推广到与民同乐 使百姓都快乐 纳摩齐国 还有不兴旺的魔 我看求科明 也是这样 要把求科明的心 落实推广到积德行善上 并且要尽心尽力地去做 纳摩命运与福报 就都能够由我自己决定了 全文完结 以上是 了凡四讯原文和白话节对照 首先要恭喜您 能够观看到这边 真的很不容易 如果您没有具备相当的善根 福德和缘分 可能就没有机会听到它 甚至即使听了 也无法在内心深处感受到 它所带来的震撼和触动 我相信 各位听完后 一定有深刻的感受 并充满了法喜之情 因此 一道向各位表示祝贺 对于那些有幸踏上正道 走上行善之路的人 也顺道提醒大家要 知行合一 救济众人士 种类有很多 简单而言之 大概有十种 与人未善一 爱静存希二 成人之美三 劝人未善四 救人危及五 兴建大力六 舍财作福七 护持正法八 敬重尊长九 爱惜悟命时 希望您喜欢我们制作的视频 把善行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如果有任何想法 请不吝止教 欢迎在下方留言 这一期就到这 感谢您的观看